现代人外食足居多 尤其是到外地求学的学子 平常饮食就缺乏均衡的营养 对身体的健康造成了影响 文藻外语大学就特别请营养师来 量身定做了健康餐盒 每个餐盒的热量是控制在700到720卡之间 而且少油少盐更多了健康 果然一推出就受到师生的喜爱 打开便当盒有肉有菜也有饭 看起来与一般无异 但其实里头都是营养师满满的用心 也是学校为了师生的健康 特别推出的餐盒 文藻外语大学选用天然新鲜的食材 制作出热量在700到720卡之间的健康餐盒 希望为师生的健康把关 一推出就大受欢迎 每个餐盒里面菜色的安排 都有营养师来帮我们调理 然后维持在一个适度的卡洛里 那希望就是说借由这个活动 引起我们全校师生对健康的重视 主食的部分我们就是选用五股饭 五股饭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就是出B群维胜素C的部分 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压 预防便秘的效果 那鱼类它比较属于低脂 高蛋白质的植物 那我们的松板株 它的油化分布比较均匀 在口感跟热量上也是比较中和一点 在营养师的把关之下 每个健康餐盒不但减油减盐 更强调均衡营养 菜色丰富之外 又能吃得到健康和美味 难怪引起全校师生的青睐 不但线上预购被抢购一空 现场更是大排长龙 平常在外面买也比较贵 然后学校现在有这样的特价 我觉得还蛮不错 所以就买了 感觉比外面的菜色健康的 学校这次总共推出 为期三周的健康餐盒活动 总共四百五十份 每份餐盒原价八十元 在学校健康促进计划补助下 师生只需要付四十元 就能享受到这么美味的健康餐盒 消息一出 让许多人都感到羡慕 港多新闻张世民黄澜君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